新冠肺炎疫情是席卷全球 花莲縣道目前仍然维持零个案 而为了展现互助的精神 防疫没有局外人 花莲縣政府23号被妥了9000个布口罩套 护目镜以及防护衣各1500个 将快递送给美国天普市 德国巴伐利亚邦石坦堡县 以及韩国中清北道提川市 三个友好的城市 期盼在疫情期间可以携手共渡难关 成为友邦城市最强的后盾 花莲縣府月初收到来自姐妹市 德国巴伐利亚邦石坦堡县县县长的来信 说明疫情严重 医疗装备短缺等状况 防疫没有局外人 会展现人道助援精神 花莲縣府23日被妥了布口罩套9000个 护目镜及防护衣各1500个 将分别寄到德国石坦堡县 韩国中清北道提川市 及美国加州天普市三个友邦城市 期盼让国际看到 台湾Can Help 花莲Can Help 希望发挥我们的人道的精神 让我们美好的国际情谊 在这一次的疫情当中更加的浓厚 往来更加的密切 我相信无论是提川 或者是德国或是天普市 在我们往后未来的交流里面 会更加更加的深厚 一起听伴 今天这个举办一个记者会 就是跟我们所有的花莲相亲说 姐妹城市 无论是在花莲或在国际 我们都可以让花莲 国际能看到花莲 花莲 能让国际看到 德国史坦堡县 在今年1月底 发现首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目前已有338人确诊 居家隔离近3000人 县府接到姐妹室的来函 第一时间回函表达关心 并透过慈激基金会等管道 请求海外住进汇集防疫物资 来紧急援助 由于目前国内出口口罩 有身份限定 花莲县府该已准备布口罩套 包含护目镜防护衣 装箱完成并贴上国旗 将以快递方式运往国外 We are family, we can do 最终的房页华联系报导